这老话说的好啊 听君一席话圣读十年书 其实啊 这句话原文是啊 同君一夜话圣读十年书 而且啊 这里面啊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 什么事呢 就是深山古寺当中 突然啊 不知道从哪传来了 幽远嘹亮的笛声 生生惊起了沉睡的这故 好 拍他的翅膀 一路鸣叫渐渐的远去 这夜里头啊 更显得幽静了 月下窗纸内 一僧 一书生 伴着竹灯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呀 书生进京赶考 哎 他只顾的赶路 眼看着天色已经黑了 错过了客栈 没有地方投诉 只好啊 到山中古寺 哎 来留宿 这个僧人告诉他呀 因为寺内啊 近来香火冷清 只能啊 款待书生一些粗插淡饭了 虽然这样啊 书生啊 也很感激 前去僧人屋里啊 道谢 寒暄了几句 二人闲聊了起来 僧人与书生啊 聊得很投机 僧人问书生说 先生 万物都有公母 那么大海里边的水 怎么能分公母呢 高山上的树木 怎么能分公母呢 书生一下 被问住了 这寒冲苦读了十年 可从来没有在哪本书上 看见有此事 于是啊 书生啊 虚心的向僧人请教 僧人说呀 海水中啊 有波浪 一般认为啊 浪为公 波为母 因为这波小浪大 公的总是强大些嘛 哎 这书生觉得有道理 连连的点头 那就又问了 那树呢 怎么辨别公母呢 哪是公树 哪是母树呢 僧人又说了 公树啊 那就是松树 松子不是有个公子吗 哎 梅花树啊 是母 因为梅子 哎 有个母字 这书生啊 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觉得很有道理 这话说呀 这事也巧了 这秀才来到了京城 进了考场坐定 内心里啊 忐忑的把诗卷打开 一条惊异的发现 皇上出的题目 正是僧人那天说的 万物公母之说 书生很高兴啊 哎 不加思索 一挥而就 不久啊 皇榜上 书生金榜第一名 皇上特赐他锦衣回乡 路上啊 他特地绕道 走到了那天 哎 他留宿的寺庙中 打谢僧人 奉上了丰厚的香火钱 还亲笔写了一块匾额 送给了僧人 只见上面提的是 同居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从此啊 这听今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便传开了 这个传说 这个传说呀 其实从这内容来看呀 就是一个警共娱乐的小故事 啊 不可能是真的 试想啊 呃 一国的皇上啊 一国的帝王 他再荒唐也不能啊 出如此荒诞的题目 那就是皇上有此想法 想戏弄一下 这天下的文人 那一国之君 想这么做 那治国的谋臣也断然不会同意的呀 呃 且不说这个传说真假 哎 仅仅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这句话 就大有学问 呃 学知识啊 并不是埋头苦读 还要善于与人交流沟通 并且呀 要与学师渊博的良师沟通 呃 听他这么一席教导 可能啊 哎 抵得过你读好多本书 人生路上啊 如果想取得一番成就 成就一番大事业 与人沟通 得到良师的帮助 哎 可能比什么都重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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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